第五人格有哪些没上线的角色是你所期待的呢 你还记得求生者苦行僧吗 看前点赞你最棒 大家好我是水龙那个 在第五人格的最初期的角色投稿中 有一位求生者的角色叫苦行僧 苦行僧采用古代印度教的一种修行方式 以肉体的痛苦换来灵魂的圣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苦行僧这个角色是个黑老头 当年这个稿件设计的比较早 连眼睛都还不是扭扣眼 第五人格骨灰级的老玩家应该还记得 最早第五人格内测时的求生者还并不是扭扣眼 我们看到最初的第一批求生者中是有小女孩的 那时求生者还不是扭扣眼 后来小女孩就取消了 变成了私中人口 而求生者才换上了扭扣眼 所以苦行僧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 是在第五人格的远古时期的 这个角色如果上线的话 目测会是用法力来干扰牵管者 就像是求生者中的法师 但不知为何苦行僧没有上线 设计稿设计的几款皮肤都还是蛮有意思的 不过苦行僧虽然没有上线 但大家知道后来游戏里出现了纵术师 可能是黑妹替代了黑老头 如果这个角色可以上线 搞不好还可以和黑妹一起玩个黑人排光 可惜了 大家还记得哪些没有上线 但期望能上线的角色呢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关注我了解第五人格更多的秘密